敌方脚步前压 我们这个时候推到后点 掐一个无声雷 拉近距离时 一定要利用大跳运跟航漫步 他在展示柜后面 我们这个时候 那颗墙面反弹雷 这颗雷他最多剩20%的血 我们掐一颗假雷 让敌方放松警惕 这个时候我们再拉出去 做一个向右走的假动作 让他以为我们要从右手边进攻 再顺势玄界一个左手边的大跳 打乱敌方一秒点 注意对手是喷子 这样我们就不能直接跟他拼腰射了 掐个假雷试探对手 等他把门打到 我们再顺势另一颗伞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顺势前压 缩小他左手为反打的空间 利用不规则走位 回拉掩体夺拉子弹 对手把我们打残 必定会前压 打完他迅速切枪 这个时候段处点到大跳了 我们这个时候立即掐一个反弹伞 防止这颗伞没有白到他 我们前压 确认他真正被白 我们再换个子弹把它收掉 敌人听到枪声直接过来劝架 我们这个时候跳到门框上 磨着他一枪 掐个假雷 悬切无声大跳 看能不能磨血 敌方是喷子 我们近距离不能跟他贴脸 利用假换弹去骗他 又来了一个人 他把他打掉了 等敌方换完子弹 打提言枪的时候 我们再顺势掐上一颗无声雷 利用飞机身和他枪声的掩盖 这颗雷我们捏在手里 敌方贴到近点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掐一颗门框反弹雷 这颗雷他飞死即差 没想到冲锋枪没子弹了 我们这个时候拉回掩体换个子弹 拳接一个无声大跳带走 敌方脚步在楼顶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跳到门框上 让敌方误以为我们已经翻墙出去了 这个时候掐一颗假雷 让敌方更加确信 我们在窗户外面 等他脚步逼近 我们直接架门缝打敌人将带走 开局刚落地 在有道具和有枪的情况下 一定要给逐敌人压迫感 地上刚好有颗伞 我们直接掐一颗门框反弹伞 即使对方全白 我们也要做假动作 做一个向右走的假动作 再旋接一个反方向的大跳 大跳完像这种狭窄地形 可以直接切地人称 提高我们的抱头率 这个非常规的跳点 你们一定要仔细看 敌方在右楼 我们掐一颗烟 屏蔽他的视野 他跳到一楼 我们直接跑到门口去加到过点 没加到过点也不着急 我们这时候利用烟雾声掩盖 直接跳到这个扶手上面 再旋接一个大跳 是可以翻窗出去的 踩到窗户边缘 我们可以直接跳下去 在空中敌方是听不到我们脚步的 敌方知道我们血量不加 我们要做好随时迎接他的准备 切地人称 从左边窗口 是可以跌到楼梯口的过点 打了两枪头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拉出去 跟他拼摇着 最后不想努力 可以看我主页 就会看我主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